6月30号 由中华文化学院与厦门大学共同主办的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活动第四场在北京举办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再熙 台北大学教授郑又平围绕如何看待台湾年轻一代的统独观展开对谈 中华文化学院院办公室主任孙克庄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青年是两岸命运共同体中最具青春创造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 海峡两岸是命运共同体 共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是两岸青年一代大展横图的舞台 两岸青年应该把握好难得的历史记忆 中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的参与者 实践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在致辞中说 国家统一是台湾年轻一代必须要面对 一定要正视的问题 如何精准地把握台湾青年一代的统独观 引导他们认清历史大事 把握历史机遇 承担历史责任 与大陆青年一起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是一个既现实又紧迫的问题 几年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抛出台湾年轻一代是天然独的言论 在专家对谈环节 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郑又平剖析 所谓天然独实则是灌输洗脑产生的人工独 今天台湾出现了蔡英文口中所讲的天然独这个世代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天然 其实现在破题就得要说清楚 它是人造的 它不是天然的独 它是人造独 它是人工独 它根本就是经过教育上的洗脑灌输而产生的一个世代 郑又平说 他多年组织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的活动 往往见到台青亲身体验大陆生活几天后 观念就发生转变 我们不必刻意地去说教 我们不必刻意地去给他们灌输任何资讯 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睁大眼睛 你去看 然后你要张嘴去问 你要去跟人们谈 那你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才是真实的 郑又平梳理 自李登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起 岛内民进党执政者就有计划地推动文化台独 至蔡英文执政 更是抛出台湾主权未定论等言论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习指出 除了在文化教育领域 台独分子还在政治上不断标榜 选择台独路线就是捍卫台湾民主自由 这也对年轻人造成极大误导 民进党靠欺骗 靠误导 靠忽悠 把年轻一代忽悠了快三十年了 但是我的感觉 台湾的同胞 尤其是年轻一代 他在慢慢的觉醒 他开始已经怀疑民进党 捂出来的这些论调 到底是有没有道理 到底是为台湾同胞好还是一党自私 尤其是去年九合业的选举 我觉得是一个卷制点 王在习也指出 今日种种迹象表明 说台湾年轻一代是天然独完全站不住脚 台湾的年轻一代慢慢的会进行 从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今天我们有理由来说明 蔡英文当年说的 年轻人在台湾是天然独 这个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完全是为了欺骗忽悠台湾的年轻人 郑又平表示 一系列问题让台湾年轻人内心越来越郁闷 他们看不到未来方向 但他也充满信心地指出 年轻人会为自己找到出路 所以现在台湾年轻人就像 《侏罗纪公园》的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句台词 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他们自己在找出路 我们不必刻意地说 你去上海 你去深圳 你去北京 不 他们自己会要求 他们自己会去找各种的讯息 那他们开始会去看 台湾青年朋友的态度在转变 Alice PrincipQué 和我1日词 获趣 非常详和 利用